你们年轻做粉碎的 我看你还要多小修啊 这个 真的吗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银江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黄大爹那里收了一块黑皮的料子 今天也是他介绍啊 而且也是同样是一块大的黑皮料子 具体是什么样呢 我们见了才知道 看今天啊能不能成功的把它拿下 好吧 走 哎 李哥 哎 小子 哎 嘿嘿 你好 你好 哇 你这个院子太气派了吧 可以 可以 可以参观一下吗 可以 可以啊 云南人是吧 这花花草草 你看真的很适合种啊 而且你看 还养了兔子 对 哎 李哥这棵是什么呀 这一棵是那个 我们的云南含的那个树葡萄 树葡萄啊 对 我一个云南人兄弟们 我都不知道树上还能接葡萄 能吃吗 能吃 能吃 尝一下兄弟们 哈哈 尝一下尝一下 嗯 甜不甜 嗯 还跟葡萄一样的 嗯 跟葡萄一模一样 嗯嗯 我尝一个 新鲜的 现在的 我尝一个 哎呀 它跟葡萄一样有个皮 里面有个糊 肉的话跟葡萄肉一样 哇 啊 它更多一种香味 嗯 嗯 你这个种了几年 它才会结果 这个已经种了两年多了 两年多 我们带过来之后就挂果了 这个 哦 我带过来就挂果了 对啊 其实我也想种一颗 知道吗 到时候咱们回律里看能不能也安排一颗这种树葡萄 其实美观 而且还能吃啊 可以 这个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哇 李哥这个房子也气派 知道吗 这个小别墅 独门独洞 而且家门口就是小树林 嗯 对 太舒服了 哇 这咱们德宏这边的这些老板们真的很会享受生活啊 看到没有 这个 太爽了 太爽了 这 我来进去吃喝茶吧 哎 好好好 哇 兄弟们 装修的也非常不错啊 挺豪华 挺舒服的 哦 你看 硕料子就这个是吧 嗯 对对对 先坐 先坐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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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哎 谢谢 谢谢 嗯 这茶也不错啊 你跟我先看一下料子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啊 来 兄弟们 迫不及待啊 其实为什么我要跑那么远来看这个料子 首先 呃 也是那之前那个黄大爹介绍的啊 那再一个就是说 其实有这种老料子 我很愿意跑 哇 兄弟们 这个料子的话 其实跟之前那个料子 确实是很相似啊 你看这个腊皮 油亮油亮的 非常舒服 整一个油性特别足 这个料子的话 应该是属于 我们讲真正的正厂口的老 就老厂口的那种墨湾机厂口啊 这边你看 它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刷过一下 把腊皮给刷掉了 是吧 我们打灯 上灯看一下 嗯 没什么表现呢 是不是 有一点绿绿的 有一有一点点是吧 这边是有黄雾呗 这个皮好像那个 那个树葡萄的皮啊 是吗 这边 你看 有黄雾看到没有 其实黑石头有黄雾 兄弟们很难得 知道吧 像一般来说 这种黄雾的 大概率会出现在 墨西沙敞口的料子上 但是黑石头 能有这种黄雾的 真的是少 你看这边 也是属于这种黄雾 整体这个腊皮倒是漂亮的 是不是 幽光水化分 不是 你觉得这个料子怎么样 这个皮壳倒是不错 李哥 这个料子嘛 比老红那个还好吧 是吗 嗯 之前就黄大爹 那个料子是 表现其实要比这个要好 这个料子 皮是一样的 就是它都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那种黑的 这种油腊皮 但是 之前我们黄大爹 那个料子是有表现的 但是这个料子 目前来看吧 表现还是弱一点 不过 各有各的好 因为这个料子 它有黄雾 有黄雾 知道吧 李哥 这个料子 你是 就是放了很久了 是怎么说 放了好 对吧 这个 以前有个朋友送我的嘛 朋友送你的 这样的朋友 我也想要 哈哈哈 他说 他在这边 他说 都是湖南的 他家里太野了 哦 不好的 湖南人就送了 护士 他这个 以前还有一个底座的 他ético 像这样 像这样的 哦哦哦哦 真的把它 弄到 哦 就把它弄了 湖南人在这边 做生意的确实多啊 嗯 那这个料子 你是想断多少钱 这个料子啊 挺好的呀 我计划要那个两百万 两百万 对 你没必要 叫价什么的 你真正想卖多少料子 对呀 我肚子就是 这么喊这么多 就是要这么多 挺好的嘛 其实那个 你说这个料子 两百万的话 真看不到 真看不到 对 真看不到 那个料子挺好的 听说那个比老黄的还好的呀 听说比老黄的还好 对呀 其实这个料子 就是好与不好啊 兄弟们 就是我们讲的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 也没有相同两块料子 你说料子到底哪块好 这个东西很难去下一个定论 就是各有各的一个特点 各有各的一个好处 那这个料子 总的来说 里哥确实它的一个薄性是非常非常大了 这里面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肿水 有没有色 或者它到底能不能化开 这个都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料子你说两百万的话 其实我肯定是看不到 而且真的有点 也得吓到我了 我这个料子是比老黄那个还好的 我就听说你懂了 我就把你叫过来看一下 谢谢谢谢里哥 但是你说这个料子 你说两百万的话 确实我是给不到的 也看不到的 就哪怕说 不管是 你拿去瑞丽也好 你拿去哪里也好 你说两百万的价格 真的是没有人能开得到这个价格 对 两百万你 看不到两百万啊 对 看肯定是看不到两百万的这个 我感觉你也是没有多懂啊 这个 哎 没有没有 那话不能这么说 里边 那一块料子啊 就是大家能看到的一个价格 肯定会有所偏差 那这个偏差呢 肯定不会太大 是吧 就一块料子 我刚才也说了 这种料子呢 其实 好在是 这个料子它有黄雾 就假如说这种老料子 它有雾层的话 它里面画的一定不会差 并且这种料子 这种皮壳 其实我真的是挺喜欢的啊 我个人我就很喜欢 知道吧 所以说 这两百万呢 我真是看不到啊 这个也就说 跟你有啥说啥了啊 那 你看一下嘛 你能处多少 能处多少 我开个价是吧 你会开个价 听听啊 嗯 你看 我给您开个价 假如说 开的低了 或者怎么了 您也别生气 好吧 没事没事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有啥说啥嘛 好吧 那这个料子 不管是 从皮壳 是吧 表现到整体的一个板型 重量 是吧 这个料子 大概是能够看到一个大几万的样子 一个大几万的样子 对 卖不卖这个粉碎 人家开出来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 开出来都是几百万的 没事没事 先喝茶 先喝茶 嗯 嗯 嗯 其实 李哥 你说什么开出来几百万这种 真的 它是可能就是说 粉碎啊 它是有这种可能 谢谢谢谢 谢谢 一万块我不买了 我得家里面的了 洗完块的话不买 不买 不买 还是你说 你们年轻做粉碎的 我看你还要多学习啊 这个 嗯 嗯 李哥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可能每个人的眼光不太一样 啊 没关系嘛 没关系嘛 我们讲的声音不成人意在嘛 好吧 合作 合作 谢谢 我还有色 啊 今天 啊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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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打扰了 啊 那很高兴 啊 感谢大家 好的 啊 慢走 那我就先走了 啊 兄弟们今天这料子没收成啊 其实真的那个料子 你说差吗 也不差 你说特别好吗 真的也没有 你说两百万 确实我是看不到的 是吧 一般来说我出来收料 我不会说去乱给价 那看大几万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也很正常 但是它 好吧 那今天料子没收成兄弟们 算了 这期视频咱们就不发了 走吧 上车 走 走 好好的 谈一下这个料子嘛 哦哦 回去是吧 啊 回来回来 行行行 我现在回来 好好 兄弟们 这个料子呢 又被小智拿下来了啊 其实他是觉得 就是说 可能我们走到一半会折回去 或者怎么样啊 但是我们做生意嘛 就是实打实的 是吧 看多少给多少 那他也发现了 然后打电话让我们回去 那最后呢 我们是九万九 这个价格 哎 成交的 九万九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料子的话 其实真的 就说还是一块毛料 它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性的 所以说我们在给价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各方面去评估 然后给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价位啊 你说这八经你说 确实有可能切出来 这料子能达到几百万啊 但是也有可能切出来 啥都没有 这个就是毛料的一个这种风险性 包括它的一个这种 我们讲的它的一个魅力吧 好吧 那现在啊 天都已经要黑了 我们要出发回瑞丽了 啊 兄弟们 那喜欢翡翠 喜欢小智的 别忘了给小智点个赞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啊 拜拜 拜拜